穿着雨衣的窃嫌大白天的在骑楼行窃 只见他自带手推车要搬走美法店外的洗衣机 不过因为洗衣机太重 窃贼左扭右扭连续试了好几次 才终于把整台洗衣机打包带走 猎物到手窃贼竟然还大喇喇 拖着脏雾一路在马路上逆向逛大街 这起事件发生在22号上午桃源复国路 美法店业者开店时发现放在骑楼的洗衣机 不意而非立刻报警 警方调域监视器看到肖章窃嫌拖着洗衣机逛街 在一个小时内火速将人逮捕归案 但遭窃的洗衣机却已经被嫌犯 以三百元贱卖给资源回收场 天秘窃贼对自己的偷窃行为毫无遮掩 全安一窃到罪嫌寒送桃源地检署侦办 记者刘志展谢署友 桃源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És试沟band